这一点一定要随时保持这个威仪 就像我们出家人穿个海青穿着袈裟 走路礼拜思想行为 一直要成为影响别人 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们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想得跟我们 好像有点违背佛法 贪嗔痴 那这样人家对一个出家人 对一个菩萨就像各位穿个海青 你现在要扁塑某种海海海进去 变七雅八雅 穿海青这个手终对不能放下去 你要做七雅八雅 穿海青手要这样 所以你去扁塑真的不要穿下去 你就要放得好 你也不能乱裂 要记得好 有的时候要一个扁塑记整天 普通是你在你的家就要练就好 这样 不然你不能穿这顿不行 你不能穿这顿 这个要裂好 这个来衣不要走出来 不要坐在那里睡 做睡佛 所以那你穿了海青 那你要有一个 一种使命感 我是在标达 这种的参愧心 为疑 概率 在下佛 做佛的核心 在标达佛 因为很多人看不到佛 他是对佛的核心 佛的地主来了解佛 这句话请记得住 你手掛念主 如果你是出家人 你是材贼技术 把人就对我们的心境 去看到佛的形象 佛的思想 佛的行为 那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你外如意 所以各位呢 外后 会收概率 来内容要保持尽念 所以各位必须一里一 兵纸肯性 无论如何 要处理一下 叫秉字 虔诚 对佛菩萨的这种 虔诚尊敬 所以由外而内 心诚 内心里面 完全用佛的思想 所以内语六年 尽其自意 我们普通时候是 贪心思 贪心 伯教 爱水 道经 我们今天都不能 自意 我们的自意是 佛的身口意的自意 观音的慈悲 地藏菩萨的大愿 阿弥陀佛的悲愿 那所以我们用六种念头 来净化自己 这个叫念佛 跟它煮辣 你给它放一个明凡 然后呢 慢慢的水就净化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清澈溅到底的水 心情好好啊 那里面又有鱼在游 所以我每次去阿里山我都要去那个湖看那些鱼 心里非常的快乐 原来这个空性 而且菩萨清凉月 常游必尽空 从清净里面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喜欢去看这个 所以我们的内心也要让别人觉得 一点都没有烦恼复杂 而且呢 就像清澈的湖水 而且呢 显现光明啊 显现佛光啊 给别人 所以 一个湖水可以赚几千万美金 我们到德国国王湖 哇 多少的人要来看这个湖水 这么清澈看到底 然后呢 山河一线 这个山跟湖这样 跟人盖着建筑 都合为一体 享受啊 所以这个人也爱让这个感觉 所以叫八观灾界者世间莲花 那你的深口意要如此 特别你的心态 这个人外表穿得很漂亮 内心里面很厚重 有所求会给我们压力 不快乐 这个还要了解我们厚佛 厚佛不是说你一定要设很多窃 这是一个威仪啊 你只坐在车上 大家都会坎公会看到你 对你的心股看到一个端庄 那天我看到一张照片了 一个老人的头上都白长长啊 但是他坐在车上非常有威仪 衣裳穿得不是很贵很端庄 所以人家就偷拍他的相片 说这个老又美 对面的年轻人偷拍他好几张 所以因为他很庄严 刚才拍到一个老和尚啊 那个老和尚 因为我们看广京老和尚 这些大和尚 哇 看到他们的老 那是让我们很羡慕 因为他一辈子修行的结晶 这么样庄严自在 解脱生命的感觉 又对众生慈悲 各位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各位爱的 尤其菩萨导是在 应方众生的 菩萨导不是只有为自己 但是一切 要怎么应方众生 我们要有爱好众生的心 我们要有无相害众生的行为 你主人就会影响众生 所以第一 你的佛慈悲导师 每一个佛 都是代祖代彼 救苦救难 要因到众生 突然无名轮回 到清静静脱中来成佛 所以每一个佛 各位要导自己思维 那为了解 各位要念法 那阿弥陀佛 怎么行佛 怎么导众生 释教无理佛 理世 怎么行菩萨导 那一日 实现一个印度 怎么出家 那么 开吾以后 怎么导众生 你都要去了解 所以他说阿弥陀经 说法严经 说帝宗经 说法严经 我们要去了解 第三 念经 这大祖书台帝 出家人 那么按照佛 就会告法 在受刑 在利益中心 这样我们就有福报了 你去共用一个清静七戒 煮笔的出家人 五百节人天福报 乃至呢 无量节 因为如果法报的心 所以我会要做白人的福电 人天福田 第四 念天 那么 难道最快乐 定了这四人 那这四人 地地一百年八十年 对生到死都在疼苦 心怒病死 种种的身心五蕴慧自苦 每天都在那一种那一种 百年八十年 眼睛 老花眼 幽 幽开始买了 脚头买了 每天都冠军来运动 看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世界 各位 做人 地地 但是如果你 升天 那一天去静透 长寿安乐 去静透 还有法度 听闻乎乎 所以各位 不要 要舍弃今生 舍弃今生 为了来世 为了未来 所以各位 不要追求现在的快乐 我们兄弟对我很好 我们儿子对我很好 我很好 那个是如梦幻泡影 骗你的 人叫骗你的 不要追求那种感觉 及时行乐 要看到未来 这个未来代表 你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所以要发愿 往生都算内愿 极乐世界 第五 那就好好的慈戒 生口义 所以各位 你到底做得好 做不好 要别人给你控制 所以人要有生地 要有老师 佛教是学生 老师跟学生的教育 那你要成为别人的老师 那你要把自己的 生口义心态行为 还要累积做老师的资粮 你没有过去累积的布施 那些狗子 他对丁世人 你就对得好 只设立佛尊者 救一只 去用独断肩的狗 给他东西吃 在他讲话 那只狗子两天死去 结果那只狗子来倒胎 做他的狗 就叫君头三咪 一世人 君头三咪出家就证着大神通 以这种大神通 来服务 摄立佛 他的师父 那一只狗 都要度他 所以 那我想各位了解这个 轮回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 广结善缘 第六 念布施 普济贫穷 需要快乐的 需要金钱的 需要佛法的 需要健康的 我们不断的去帮助 所以各位很喜欢写消灾牌位 也麻烦各位 那云林剃居 有很多老人院 善恰郎 独居老人 缴不起便当的这些学生 这么多医院 虽然他们有钱看病 但是不知道要修业障 要超度 宴亲在主 要调整身心 因为你的脾气不好 你才会中风 你在看医生 在吃油 吃到腎脏都崩掉 你脾气不改 也同样中风也死 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 那各位呢 要去跟他说 为了要跟他说 要跟他接近 特别人现在 更辛苦 更散习 我们就有机会跟他接近了 就这接近的机会 来中复发 来说对方听 所以各位要这样 普及 不分宗教 不分种族 不分种类 普遍 无分别 教材 所有 坎坷的重心 特别 仅仅啦 世间散习的人 你怎样好处的地方 日本人啊 七个 小孩就有一个在肚子腰 你看看 日本那是好处的 那是看得到的 是在大肚子 在增加 可能的很多 所以日本 平常最近有一个 每天就去跟一些寺廟 因为寺廟 每天都要拜拜 都有一些 档子 旁 他都会跟他拜托 都会跟他收拾来 收拾来呢 去送给散习的孩子 有很多人会跟他祝福 那小孩很高兴 因为家里散习 他们今天吃不出好东西 所以他就惹这东西 让他上头又放一粒灰 这个和尚就是菩萨 所以各位 每个人都在自己本位里面 做该做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帮助 那么多散习的人 我们一些米和椒吃也好 那虎里面 那么多个鱼 每天都在摸摸摸摸摸 在选东西吃 那是水吃去就大吃吃去 你尽力而为 那些流浪狗 要怎么救 所以想尽办法 普及贫穷 所以外在用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牲口为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 第三 男女之间全断淫欲 来自第八 贵恶不息 一斤不要吃 贵恶不息 所以各位现在佣性一个习惯 比较好 暗时不要腰就好 这样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我出家就很可能 主婦 暗时请你吃饭很可能 吃太久还去念 所以对他们吃就很难 但是如果八关再结 很自在 很快乐 我就可以多做几件事情 而且晚上很好睡觉 不用为了吃饭 都要走来走去 饭后摆步走 这样很难 所以因为没办法 特别现在人重晚餐 要吃得好变顶倒 人家过去是早上最重要 现在是晚餐最重要 但是你行菩萨道就没办法 就是好像要随顺众生 令众生欢喜 苏妇来吃饭 我们就吃一饭两三点 就要办法会 但是现在想想也是要慈悲 所以我很喜欢像今天这样 首八关再结 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昨天晚上我往跑医院 跑那里去看看几个病人 这位老人 老人看着法师来 很欢喜 妙间也背起来倒地 但是这样 我们也能够修悲心 因为多了很多时间 当然不是排着吃饭 吃饭了 我就做众生 这也是快乐性 但是我们今天大家就不吃了 因为我们首八关再结 所以由是身口意三叶到清静 很重要 由是身口意三叶到清静 心Q意三叶清静 不像他中心 这样就正下解团 往生进入世界 这因成为出世阵营 解脱根本 我们学书一定要练习 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念 而且可以跟任何友情沟通 各位要开始联系 如果你的个性跟人家沟通不来 冲突 不和谐 那这你就没有空性 因为你有强烈的自我 你要去帮助众生 恐怕有障碍 那我想各位要学习观音菩萨教 学习倾听 主意白人在说什么 主意白人在想什么 然后呢 我对这里面有法 把他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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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就是只想到对方 服务对方 接近对方 所以各位要练习看到人 就欧蜜土 微笑 帮助 亲切 不能说 要跟这个 我不要去插蜜 这样怎么 不理解